大家欢迎收听《芒向快步》 今天6节目是2019年11月16日 这里有爱纽西兰的以德台仰和社长Raymond Wong 喂!大家好! 马来西亚马拉近 大家好! 大家好! 节目开始之前,刚听就给个like 最好分享给朋友,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节目就会通知大家 继续装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和宣扬理性的声音 这一节大家看到的封面就是 仍然是传递正能量 这一节就比较特别的了 为特首打起 哈哈哈哈 有个网友就私信了我 他就说 你们一定要呼吁大家支持政府 坚定不移支持林郑 阿爷一直都高呼支持林郑 他就没有说他做错 你又凭什么唱反调呢? 然后点点点点点 就除非点点点点点点 点点点点点 很多联想的 可以 不知道 有些人就说林郑现在已经剩下一个区学了 就是搞了五个月了 剩下一个区学 其实有谁不是呢 有谁不是剩下一个区学呢 区学下面的坚持 你能不能做到 就算是一张党剑的纸牌 在今时今日这样的局面 谁能做到不瘋 起码愈做愈好一点点 其实林郑说真的 做这个党剑牌 这个是另外一个网友说的 已经吃了那些战的了 其实都很不说得 就是 复背受敌 仍然坚挺 没错 其实他很有毅力 这个网友说的 这个心理质素很强 男人都未必顶得到 你试着找一下曾荫权张建宗 三天就跪下了 怎么可以搞到五个月呢 是不是 那有另外一个网友就是 其实我内心就很佩服林郑的 就算有时他出来说话也好 表情也好 我们说他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不多得这样 其实都只是将我们内心完美领袖的形象来批评他 那说真的他能够就是林郑能够坚持到今时今日 没有变捷 其实已经比我爱国 比我爱香港 我只能这样比喻的了 那另外一个网友就说 林郑可以支持得到 兼不解释 证明他就是爱国爱港的第一人 林郑真是身体力行地热爱香港的 那就是啊 那些人怎么罵他都好 他都 直接不理 是啊 那另外一个网友就说 就是我们这些小市民 早自己坚持上班 就是最具行动的意义的了 管好自己的家人 就是可以的话尽量影响身边的人 不要为这个暴徒添柴家伙 不要为警察添烦添乱 那就足够了 非常之好啊 我觉得这位网友是 从 同我们一样 我们从来都是叫人 就是不要做回自己的事 不要去 信了一些阴谋论 现在很多谣言 很多阴谋 没有一样东西是坚持的 基本上 那么 最容易 最不用烦的呢 就是大家 跟着中央的路线 中央的路线 就是代表 广大人民的利益 除非你 不想有着数 不想要这份利益 那你就去听了 其他人的阴谋论 相信别人的传策 这个是我的意见 哈哈哈哈 看看新近林郑的报道先 有些网友可能都没有看 没有看新闻 12号的时候 林郑回应这个罢市罢货和罢工 私募忌弹 堵路 中火 抛宅杂物 投宅汽油弹等 严重破坏香港社会 极大影响市民正常上班上学 导致人心惶惶 那林郑强调 暴力不可以解决问题 只会衍生更大的暴力 不断的暴行 也带来很多悲剧 整个社会都不希望见到 任何一宗这些悲剧发生 那么全个社会 必须强烈谴责广泛的暴力行为 市民应该从事实的本质 事件的本质 这个属于破坏性摧毁性 甚至可以令香港踏上这个不归路 林郑月娥就直斥这件事 今天她说十二号的事件 已经有数十人受伤 暴徒的恶行 远超争取诉求 提予市民为敌 枉图令官者深深虚胁 人人自危 这样的暴行绝对不会得逞 她再次呼吁广大市民 无论对特区政府管治的看法如何 就算你不喜欢政府的工作效率 什么都好 目前的首要工作都是压止暴力 恢复平静 恢复平静 令社会得以重新出发 那其实这么正面的报道 为什么我在香港的媒体好像没有看过 不会登的 连香港电台都不会登的 所以 我觉得那些记者 自己都不会这么写出来 这个是11月13号 登出来的 11月12日的电 看看另外一篇 其实我想说 为什么我们 其实10月以来都很少批评林郑 其实 因为林郑都开始变得硬正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批评 有时候 如果我们有些建议 政府开始做的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持续去追政府呢 我觉得不行的 如果有建设性的 就是如果做一个建设性 有担当的网台呢 就始终应该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 尽量 我觉得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也是一样的 正能量是 现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的 而不是 而不是客人令到人恐慌 大家不需要再对任何事情是害怕的 很多人都是陪着你的 大家就是继续重建回香港 很快就走出这个 这个黑暗的面子了 我们看回这篇文 这篇就是 仍然都是中国统一战线的 新闻网 这篇是较早的 10月9日 林郑月娥就说 暴徒无法无天 特区政府决心止暴制联 大家看到了 香港特区政府是有下了这个决心的 可能很多市民就还没感受到这份决心 所以就对林郑提出质疑 这个可能性我相信已经是最大的 因为我听到大部分都是质疑林郑月娥 这个时候质疑林郑月娥 因为市面越来越乱了 他们觉得 所以就把矛头指向她 但是我们本台的方针就是 不认为需要只去林郑月娥 因为林郑月娥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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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因为暴徒的暴力不断升级 就算他那个决心是不断升级也好 只不过是在最贴近那个暴力的升级而已 其实全香港的市民都应该团结起来的 就是尽量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 我觉得就不要让那些暴徒牵着鼻子走 就是譬如今天我们都叫别人去支持Man哥 石生出来做一个集会 其实为什么我们都说今天集会是OK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样东西就是 因为他们那些道歉文宣开始出来的时候 社会市面上就会平静 所以我们昨天都是说 我都很保守的 就是我叫那些妇女不要出来 但是男士可以出来 就是你去约那些朋友吃个饭 然后再去消费 就是你尽量令到香港的经济活起来 就是因为如果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一般人都不过这些正常的生活的时候 其实整个社会啊 很多员工的生计 就是很多不同行业的基层员工的生计 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所以不要给一些KOL 就是尽量过自己要过的生活 当然了要注意安全 我不是说不需要注意安全 安全是要注意的 但是是要看一样东西就是 不要给一些恐慌性的言语 嚇着自己 从来都是 因为我朋友他应该这个礼拜结婚 接着这个礼拜结婚 他是婚照结的 他不会说推迟婚礼 什么都不会的 就是不可以因为一些暴徒 在那里胡亂搞 就影响了自己日常的生活 他是已经影响了你的了 但是你尽量和他抗衡 就是你尽量过自己的生活 这样就是会令到他们有最大的失望 那些恐怖分子 嚇到我们的 是啊 其实如果大家都是用着这个心态的话 那我们这个建设力量 那个防线就越来越坚固 不要松 要保持清醒 继续做东西 上班 赚钱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 我最重要是 找家人赚钱的 哈哈哈 如果有得赚就是了 但是这样说 尽量做生意的人 尽量见客人 跟客人去聚一下 也很害怕的 我有一个好介绍 其实 如果觉得对自身安全有威胁的 其实去一些酒店喝咖啡 那些都是安全的 因为他们那班人 是很忌忌外国人 只要你是去一些多外国人出没的地方 是绝对安全的 如果对自己安全有恐惧的朋友 其实可以这样做 那你去吃酒店自助餐 现在是很便宜的 它全部都有特价的 尤其是现在的状态 那大家明白一件事 就是社会不正常的 现在是 和酒店业是造成严重的打击 餐饮也是严重的打击 所以尽量去消费 如果有职速的人去消费一下 真的 刺激一下经济 刺激一下经济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当然希望香港特区政府 会做一些为民纾困的措施 我们7月已经开始说这一件事了 那现在还没出来的一些资料 但是我相信特区政府 会在施政报告的基础上面 再做一些为民纾困的措施 就是再加码的我认为 是的 那当然也都 是你说 不要被某某富豪威了 是吧 当然不行 是的 某某富豪在那里派钱 那其实他赚了很多 他派回少许出来 那令到那个民情 是 就是直接是反对政府 因为其实是专与政府面 因为政府从来派钱都是 很疲惊的 就是除了上一次曾俊华 这个财政司派钱的时候 就 正在派到户口 就简单一点 但是你看一下波叔他那个4000元 是吧 就是根本就无影无踪的 可以说有些人claim了都 那 那 那当然不开心 那些人有这样的情况 是吧 那好了 就是 你看一下哪 是吧 是啊 看一看其他 就是 就是 这个就是之前见到习先生 又是在中国统一战事实亡 我们都说过这一件事 其实 就是重新回 习先生 又重新回 那个立场 就 都是 没什么特别的了 是啊 看到习先生 是啊 还有 就是说了 已经是 你下低一点 麻烦 好 看着 接着有些红字 红字 一定要看的 是啊 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 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依法制止和情治暴力活动 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 要坚定不移 同时 要做好与社会各界对话和改善民生等工作 记住同时是最重要的 一起做的 是的 一起做的 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 是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齐心协力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份的 他说明社会各界人士 其实所有香港市民都是社会各界人士来的 齐心协力 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好了 这些红字是很重要的 但是 讲红字之前 有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 中央对你是高度信任的 对你的管治团队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是啊 就是连中央都这么肯定 大家是有什么位置可以质疑到他呢 就是在目前来说 没有的 其实我没有的 主要是其他亲政府的人士 你是应该要站在对位 不要站在那边 再看一篇 好 看完这篇 这篇就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全港市民与暴徒 划清界线 其实 这个新闻好像我在香港都没有听过这一件事 就是在香港的媒体完全没有看过 为什么香港的媒体是不报道林郑月娥说的东西呢 是不是香港的媒体全部都要跟林郑月娥作对呢 这个是10月16日说的 但是我记得香港的媒体是没有说这些东西的 就是不知道他有呼吁过了 搞到 是啊 反而要看回人民日报才知道原来他曾经有这样呼吁过 叫人去与暴徒划清界线的 这一点挺耐人尋味的 是不是香港的媒体 怎么说啊 吃女爬爱 吃女爬爱 那些媒体 尤其是香港电台那些 我相信有 林郑月娥你相信香港电台有说过 我相信香港媒体有吃女爬爱的做法 哈哈哈哈 其实香港的媒体是烂了 我觉得就算连政府操纵的 政府不是操纵 政府拥有的 全资拥有的香港电台 但是操纵不了的 其实这些东西应该香港电台发出来 是不是 怎么会是人民日报才能看得到 我问大家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再用另一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香港没有一个媒体 会这样登这个呼吁 就是因为每个媒体 都在相差着林郑 而你走去支持她 林郑的话 你就会成为这个战靶 好像我们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我没所谓的 其实林郑这些呼吁是对香港好的 绝对是对香港好的 为什么没有媒体说的 没有媒体说的 是啊 是啊 反而说关于那些什么警暴啊 还有些什么跳楼死啊 或者发现屍体啊 这些是报道铺天盖地的 是啊 还有铺天盖地说林郑月娥没有关心警察 我们看看这篇报道是说什么的 好啊 我们看看 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 会见传媒事说 连一离 无面暴徒明显针对警务人员施责暴力 程度不断适合行为 极为危险 有暴徒已利器割伤警员颈部 在警车附近引爆遥控土制炸弹 又试图夺取警员的长枪 更向警车警署投载汽油弹 也许军事足以致命的袭击 那你说这些算不算是关心警察呢 我不知道啊 都算的啦 如果是我觉得来说 他可能没什么情绪上关心警察 但是他说这些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 现在有些暴徒是针对警察 那他有没有做实际的措施去帮警察 不知道啊 但是我知道就中央是有帮手 在这件事上面 那还有林郑月娥就不断 其实有没有撑警呢 是有的 香港警队是高度专业文明的队伍 警方会继续全力追究违法行为 冒求将暴徒承之于法 社会治安有乃于人民守法 特区政府尊重和平示威人士 这些是外交前一定要说的 说到的市民必须 如使用极端暴力的暴徒或清界线 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让香港尽快恢复安静与安宁 为什么平静与安宁 为什么长期都没有媒体说这些话 或者没有一些KOL去支持林郑 没有的啊 没有啊 骂林郑就有很多 其实我们也有说林郑是怠政 其实事实上来看 9月前她是怠政的 真的 她有办法不断地做事 但是她做得很慢 其实我们真正看到成下是10月开始 所以我们10月已经停了口了 没有再批评林郑 我们当然了 我们批评某个KOL说她挑拨这个警察和林郑的关系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人来骂我们 但是其实他们有没有 骂我们的人 是不是有没有真正去了解过林郑 是不是有没有不理警察呢 就是这些谣言是谁传出来的呢 传说林郑不理警察的人究竟有什么用心呢 我是不知道的 绝对不清楚 那现在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的 很多事情都 所以大家量解一下 现在的情况 有很多事情 喂 给你做都做不到的 我觉得 其实很难的 大家如果幻想一下自己 坐在这个位置 特首这个位置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冻在这里 不是啊 有些蓝丝比较冲动一点的 决定是会用暴力的 二部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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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难的啊 我想过 二部逆部之后 如何去恢复 社会 因为完全撕裂 破坏的时候 你重建社会是很难的 当然有人说 那间楼都破坏了 你不如拆掉它再建立 如果香港是用了几十年 甚至一百年建立的 那你用三十天去拆掉它 接着你要用多长时间 才能建立今天的香港呢 又用了一百年 哈哈 大家想一想 其实 有时的比喻 我觉得 你可以这样比喻 但是 每件事都要深思熟虑才好做 尤其是 现在在说的是 七百多八百万人的福祉 不是 隨便乱叉喉 就可以解决得到 每件事都要想过 度过 过才可以做 那这段时间差不多了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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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